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美国不满 但美国依旧我行我素 除了经常将航母派遣到各个敏感海域威胁各国 甚至还将军事基地建立各个盟友国家 给出的理由是保护该国 但实际上美国还会向这些国家收所谓的保护费 除此之外 美国建立军事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对别国造成威胁 对于我国而言 最危险的军事基地就是美国在日本设立的 横须贺海军基地和加首纳空军基地 这两个基地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 其中加首纳空军基地位于冲绳县 相当于日本最大民用机场的二倍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我们非常讨厌这些美军 就连当地居民都对美军意见满满 甚至还爆发了游行活动 据环球网报道 驻日美军给冲绳县制造了一起新麻烦 美国海军陆战队举行跳伞训练 其中一个落点距离当地村庄仅有200米 所以冲绳县提出强烈抗议 在我们看来 这件事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但对于冲绳县的人而言 是无法接受的 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结怨已久 据了解 冲绳岛的民众早在40多年前就要求美军离开 不愿让冲绳岛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但美军根本不在乎 反而在冲绳岛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 让美军扎根在这里 事实上 近些年 美国在冲绳县干了许多过分的事情 就拿美军不顾民众反对排放污水为例 此前媒体报道称 驻日美军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 在冲绳县排放韩服污水 冲绳县政府对污水进行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 水中的污染物超过日本规定值的13倍 面对这样的情况 冲绳人民显然是不能答应的 而这些物质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危 对此冲绳人民再一次走上街头 大喊冲绳要独立 美军滚出去 除此之外 冲绳民众要求美国归还抢占的土地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外界表示 日本会不会四分五裂 随后便将目光看向了日本政府 但对方始终没有做出任何声明 对此有专家分析认为 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盟友 自然不敢得罪美国 毕竟还要靠美国发展军事 而如此一来冲绳的民众就不会好过了 说到冲绳 大家很自然的会说琉球群岛 也有一部分人会认定琉球群岛自古以来是属于中国的 当然现如今中国没有对此的进行收复 但琉球想要独立也不是一两年的事了 如果想成为我国的附属岛屿 我想还是会有很大可能的 另外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当前中国冠绝全球的基建实力 让很多国家羡慕不已 如果中国建造的大桥敢说第二 那么其他国家不敢称第一 再相继建造北盘江大桥 杭州湾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等全球高难度大桥的情况下 在中国贵州境内还隐藏着这样一座云端大桥 不禁令人感慨中国基建太牛了 把桥都建到云端上去了 它就是平塘特大桥 修建难度简直没法说 平塘特大桥是一座双向四车道大桥 有空中大桥亚洲知最的美称 有这样一句形容贵州的话 贵林山水甲天下 这句话可以形容贵林的山水 也可以形容贵州的山水 贵州省是中国境内山林最为秀丽的省份之一 这里千沟万鹤 群山无际 一眼看上去到处都是茂密的山林 而且这里还有横跨长江和珠江的两大水系 有赤水河 南盘江 北盘江 都流江 清水江等 正因如此 所以贵州有中国桥梁之都的称号 因为山水密集影响人们的交通出行 所以贵州省建造了超过一万座桥梁 在全球排得上号的知名大桥中 贵州境内的大桥就能占到一半以上 但要说贵州最知名的大桥 那么平塘特大桥一定会赫然在列 这座超级大桥只有亲自走到现场 你才能感受到内心的震撼 感慨只有中国这样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出来 平塘特大桥全长两万零一百三十五米 主体宽三十点二米 可以容纳四条车道 这座大桥极具辨识度 三座特大桥墩矗立在两座山谷中间 主塔高度三百三十二米相当于一百层楼 直接矗立在云端 平塘特大桥是平楼高速的组成部分 这座桥坐落在贵州崖州镇边兰村 是由中铁十八局负责建造 大桥边上还建立了平塘特大桥观光园 集餐饮 购物 娱乐为一体的综合大楼 建设了星级酒店和观光平台 平塘大桥采用的是三塔斜拉桥设计 被桥梁界专家誉为当前全球最高 最美的大桥 是世界第一高混凝土大桥 也是世界第一高三塔斜拉桥 这座大桥因为太过壮丽 建造中采用的技术非常先进 因此还荣获了古斯塔夫奖 这是国际桥梁协会为优秀桥梁建筑典范设立的奖项 国际桥梁协会对平塘特大桥的牢固性 技术含量 实用性等方面给予了高度肯定 在天气不错的情况下 当乘客驱车行驶在这座大桥上 可能就会看到遮窗外的云雾 会令人产生一种腾云架雾的快感 值得一提的是平塘除了这座大桥 还有口径500米的全球最大射电望远镜 建造平塘特大桥 花费了足足15亿人民币 耗费了三年时间 这座大桥看上去十分壮丽 背后隐藏的是工程团队的汗水和智慧 建造大桥的地理位置十分险缺 在国外专家看来 是不适合修建桥梁和道路的 长期缺乏与外界联系的交通通道 也导致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国家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因此不惜将全球第一高的大桥 建造在重山峻岭中 目的就是加快这一地区的民众 早日摆脱贫困 实现各地的共同富裕 基建工程虽然投资巨大 回本周期漫长 但是在民众利益面前 基建工程从来都不会考虑钱的问题 只要能帮助民众实现幸福小康 就达成了修筑基建的目的 当然在修建各种重大工程的时候 也都离不开挖掘机 挖掘机是现代施工领域 非常常见的工程机械 全球知名的挖掘机前20强企业 日本就独占7家 尤其是小松挖掘机 更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中国市场 但现在国产挖掘机成功实现弯道超车 已经强势逆袭 直接终结了日本在华64年的捞金市 别想再赚走一分钱 同时国产挖掘机还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际市场上 去与日本争夺订单 一分也不给日本赚 作为二战的战败国 日本却在美国的扶植下迅速重生 并且在机械制造与设计能力上爆发出巨大的潜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挖掘机才能够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日本毕竟是一个岛国 国内面积有限 国内市场根本就不需要如此庞大的挖掘机数量 所以日本直接选择让本国挖掘机打入国际市场 很快 来自日本的小松挖掘机就占据了半壁江山 跟日本相比 中国在挖掘机领域起步比较晚 国外发展了几十年 中国才真正起步 并且一开始国内挖掘机企业只能通过从国外引进技术 然后拼装出一台国产挖掘机 不仅性能无法与国外产品相提并论 并且故障率也非常高 稍微有钱的工程企业也更加愿意采购进口挖掘机 而不是国产货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产挖掘机想要实现技术反潮 难度可想而知 同时面对数百吨级别的挖掘机 中国当时也没有任何实力可以研制 如今 这种局面已经被中国彻底打破 随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奠定 让国内制造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再加上国内外大基建工程的出现 中国对挖掘机的需求量暴增 直接促使国产挖掘机企业不断进行科技创新 提升竞争力 以徐工 三亿重工 柳工以及中联重科为代表的中国工程设备企业 成功在挖掘机领域实现了逆袭 而且在巨型矿用挖掘机上 中国的表现也十分不错 除了徐工的X17000外 来自太原重工的WK75挖掘机更是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因为它光重量就达到了2000吨 一挖到下去可以装起上百吨的矿石 有了它驻阵 中国采矿行业才能够事半功倍 而且依靠这一台挖掘机 一年的挖掘量就相当于一座大型煤矿的年产量 随着中国基建不断走出国门 中国的挖掘机设备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国外工地上 也让很多外国人进一步见识到了国产挖掘机的实力 跟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产品相比 国产挖掘机显然具有更加的性价比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国挖掘机 并且放弃日本货专程来采购中国制造 看来这就是大国实力 而且有了大型矿用挖掘机的助阵 也让中国可以承包国外的大型矿场 对此西方发达国家也只能羡慕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有读到见解的朋友请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了